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是三位数乘以一位数 我们来看题目 开心熊老厂餐店卖火锅 一份卖168元 如果小华买四份需要多少元呢 我们先看题目在问什么 题目问小华买四份火锅要多少元呢 我们再看题目给了我们什么 题目说一份火锅买168元 好一份火锅买168元 小华要买四份 所以我们只要讲168乘以4 就能得到答案咯 我们先用横式计算来计算168乘以4 168个位数是8 10位数是6 百位数是1 所以我们可以看成是8 还有60 还有100 所合起来的 我们只要将这三个数字 分别乘以4 最后再加起来 就会得到答案咯 好 8乘以4 等于32 60乘以4 等于240 100乘以4 等于400 我们再将 32 240 还有400 加起来 32加240 等于272 272加上400 等于672 所以32加240 加400 等于672 所以我们得到了 168乘以4 答案就是672 也就是 小华买四份火锅 需要672元 我们再来看 值四计算 要如何计算 168乘以4呢 方法一 我们先将 值四算式 列出来 从各位数开始 依序相乘 8乘4 等于32 我们写下来 10位数 6乘4 等于24 因为我们是用 10位数来乘 所以24 我们也要对齐 10位数的位置 右边空格 补上0 百位数 1乘4 等于4 因为我们是从 百位数来乘 所以4 我们也要写在 百位数的位置 右边空格 一样补上0 好 我们将 32 240 400 加起来 就会得到 672 好 方法2 一样 我们先将 168 乘4的值四算式 列出来 从各位数开始 依序相乘 8乘4 等于32 我们写下来 3 要进位 我们写在上面 再来 10位数 6乘4 等于24 4 跟刚才进位的3 加起来 等于7 2 要进位 写在上面 百位数 1乘4 等于4 4再加上 进位的2 4加2 等于6 我们写下来 所以我们一样 可以得到 168 乘4 等于672 好 我们可以开始 写下答案 答 买四份火锅 需要672 元 观念整理 让我们回顾一下 刚才的168 乘4 是如何计算 出来的呢 第一点 从个位数开始 依序与乘数相乘 所以我们先从 个位数的8 开始乘以4 来计算 8乘以4 等于3 12 我们先写下来 第二点 若乘出来的数字 在10以上 则进位 8乘以4 等于3 12 32 在10以上 所以我们将3 进位写在上面 第三点 乘出来的数字 放置位置 需以被乘数位置 对齐 所以我们再计算 6乘以4 等于24 的时候 6 是10位数 所以计算出来的结果 必须与10位数 对齐 好 6乘以4 等于24 4加上 进位的3 等于7 我们需要对齐 10位数 2 要进位 我们写在上面 百位数 1乘以4 等于4 加上进位的2 等于6 这个6 我们放置的位置 需要与百位数 对齐 所以我们写在这边 让我们利用 刚才得到的观念 来做一个例题 276乘以2 会等于多少呢 我们先将知识算式 列出来 再来 我们从 各位数开始 依序相乘 各位数6 乘以2 等于12 2 我们写下来 12 因为在10以上 需要进位 所以我们在上面 写上1 10位数 7乘以2 等于14 4加上进位的1 等于5 这需要对齐 10位数 所以我们将5 写在10位数的位置 1 进位 百位数 2 乘以2 等于4 加上进位的1 等于5 这需要对齐 百位数 所以我们得到了 276 乘以2 等于552 1 2 2 2